這集告訴大家 原來吃麵包、餅乾這些小蜜製品 是會有肚腩 以及讓你身體各個器官帶成影響 這本書的作者叫做 威廉·戴維斯 這本書是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看 他說他戒了小蜜之後 腳不痛 還有他一個朋友 有病都是不吃小蜜之後 完全沒事 他說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醫學博士 到處去找減肥 很多醫生都幫不了他 結果他戒了小蜜製品之後 就開始瘦了 作者說 小蜜肚比啤酒肚更危害健康 小蜜比糖更容易血糖上升 待會給大家看 真是有人吃兩塊麵包 立即升量的甜 所謂傳聞麵包更壞 我看到台灣有個Youtuber 示範兩塊麵包升量的甜 果然說得很對 小蜜比其他食品更容易發胖 我見到很多人吃的餅乾 垃圾食品 還有麵包 這本書在美國 美亞暢銷書本裡 連續五年上榜 介紹這本書給我的朋友 他吃東西都很認真 他不會吃麵 粗麵或者油麵或者油麵 因為這些都是小蜜製品 我見他吃米線 我見他吃米線 他說以前手痛關節痛 戒了小蜜之後就完全沒事 有一個朋友都是一模一樣 我看完這本書 我覺得我和兒子 又是小蜜一定要戒小蜜 原來小蜜是影響腦 他除了膚質之外 可能有其他都會影響腦 難怪整天扮皇帝的陳錦雄 他亦說過不會給小蜜的兒子有膚質 這本書就是醫學博士 威廉·戴維斯 他是一個心臟病醫生 還是紐約時報的唱蜜書作家 他曾經上過美國電視節目 奧慈醫生騷 This Morning 金神 這些美國全國性電視節目 分享了沒有小蜜的生活 帶來的好處 有一位營養師叫做《約翰報理法》 稱讚戴維斯這本書很全面 可毒性強和風趣幽默 說出小蜜不是必需品 而去人類一個惡夢 按照他的建議 在你的飲食中去除小蜜 就能讓你身材渺條 身體健康 帶腦更靈活 嘩我看完之後 一定要幫我兒子戒掉了盡量 這本書說出 隔了麵包和意大利麵 麵條等小蜜製粉 造成的食品 你的體重就會急速下降 小腹變扁平 長度功能變好 油膽三支降低 好的膽固醇會升高 血糖指標也會正常 血壓也會指標正常 大腦功能得到改善 精力變得長久充沛 睡眠質量也會改善 皮膚狀態變好 腦化速度減慢 我以前都聽過 為何北方人 這麼老 因為他們喜歡吃麵 好像都說得挺對 我們看看有個台灣人 只是吃60克的麵包 這個台灣人是有糖尿病的 他吃這塊麵包的就是12點 檢測血糖是104 半個小時沒有上升 半個小時後就開始上升了 在1點半左右升到131 去到3點就升到203 即是證明白麵包 全民麵包都是使血糖上升很厲害 在12點喝了400克咖啡之後 到晚上6點45分才就餐 那段時間完全血糖沒有上升 我們看看兩塊麵包和黑咖啡的比較 作且說出20世紀50年代 坐著那些全部都是瘦的 21世紀那些全部都是重的 肥的 包括美國的鐵人三項運動員都是肥的 這個很誇張的血糖波動 令到人貪男吃肉的飽足循環之間 糖化過程就引起疾病和衰老 炎症和酸鹼變化侵蝕軟骨 損害骨落 引起混亂和滿免疫反應 大量的疾病都是引入小物而起的 有一種是因為接觸小物中的膚質 引起的災難性腸道疾病 和一些神經病的疾病 糖尿病、心臟病、關節炎、皮疹 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我真的要和兒子架 如果小物有這麼大的問題的話 架了之後一定會產生巨大 意想不到的好處 作者說事實就是這樣 作者是心臟病醫生 他見過治療過千名的面臨心臟病 糖尿病 還有各種肥胖有關風險的疾患 他親眼見到 當患者去除了小物之後 他們濃起來壓過腰帶的大肚 便消失了 他們在幾個月內 便會減了20磅、30磅 或者50磅的體重 這位醫生還見到一個 38歲的女性患有繪揚性的結腸炎 快要撤除結腸了 但通過不吃小物便被治癒 結腸完好無損 另外一個26歲的男性 由於關節痛失去了正常活動能力 幾乎不可以走路 他又將小物在食譜剔除之後 他又得到完全解脫 可以隨意走和跑 咦?跟我朋友一樣 那豈不是千真萬確? 作者指出 食小物得出來的肚腩 特別是積在中間 不同積在臀部或大腿的脂肪 這類脂肪會引發炎症 扭曲胰島素的反應 並且向身體其他部位 發出不正常的新陳代謝訊號 在不知不覺中 長期有小物肚的男人 就會產生痴性激素 而造出男性乳房 嘩!糟糕! 作者又說 食小物所造成的後果 不僅顯露在人體的表面 小物還會生物影響身體的每個器官 從腸道、肺、心臟、甲臟線 一直到大腦 事實上很多超重的人都有健康意識 在美國問問超過250磅的人 你認為是否造成你如此驚人的體重? 他就會回答 我喝大杯可樂 吃甲心餅 整天看電視 但我不明白 我每天每週鍛練五天 減少脂肪的攝取 增加了健康的全穀物飲食 但都好像無法停止增重了 這種減少脂肪和膽固常涉入 增加淡水化合物熱量飲食 在美國流行起來 小物的健康形象已在全美國深入民心 食健康的全穀物 全穀物 每個都是這樣聽回來 食品工業就落得推波作難 為何這麼多穀物特別要挑出小物來講? 因為小物中的膚質蛋白是主要來源 比其他來源高出很多 還有小物還具有其他穀物所不具備的獨特屬性 而這些屬性對我們健康來說更有破壞性 作者說有一個有趣的事實 全穀物麵包 它的GI為72 升高血糖的能力遠遠大於食糖和借糖 借糖GI為59 葡萄糖可以將血糖升高到100 所以它的GI就是100 葡萄糖的高血糖程度決定了食物的升糖指數 好恐怖 原來全穀麵包的GI更高於借糖 這個醫生說 其他低升糖指數的天然食物來代替小物 為基缺的食物 三個月後它的病人再次抽血化炎 又如去鎖尿 確診為糖尿病的病人變成正常 糖尿病患者變成非糖尿病患者 就是這樣 在膳食中剔除了淡水化合物 特別是小物 而治癒的 而不是控制 接著很多病人減了20到40磅 接著又令醫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有病者報告說 胃酸反流的症狀消失了 還有腸耳擊綜合症周期性的腹痛和輻射都不見了 要快點接我兒子出院 醫院經常給他餅乾吃到肚子 要麼醫院的東西不乾淨 要麼就是小物類事 醫生說 他們的精力變得旺盛 和注意力增強 睡眠也加深 出現了皮疹的人都沒有了 還有雷豐室關節炎的疼痛都得到改善和消失 這樣可以改善到不用那些亂七八糟的藥物 運動員報告說自己的運動表現更穩定了 更健康的腸道、關節和肺 再吃麵包餅乾真是死得了 關於小物的資料我們遲些再說 因為差不多十分鐘了 不想條片大場 我也想去嗨 嗯 一二